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太热了 快受不了了 孩子们 你们在这里好好地玩 别乱跑 我到水池里面凉快一下 妈妈 你放进去凉快去吧 我们就在这儿玩 不会乱跑的 可是由于气温越来越高 水池里的水逐渐蒸发 以至于原本与水池相连的小水蛙成了独立的小水蛙 小水蛙里的蝌蚪感觉到自己周围的水越来越少 许多蝌蚪挤在这小小的水蛙里显得拥挤不堪 更可怕的是 这小水蛙里的水仍持续慢慢减少 奇怪 刚才那块石头还有一部分在水里 怎么才一会儿功夫 水里那部分怎么就不见了 是啊 怎么回事 哎呀 你别挤我 怎么搞的 都挤过来做什么呀 是啊 这么热的天气挤什么 你们以为我愿意挤呀 你就没发现咱们这片水蛙里的水越来越少吗 你说什么 真的 我们周围的水真的越来越少了 这可怎么办啊 水蛙里的水已经很少了 只能勉强淹过这群小蝌蚪 在这酷热的天气下 用不了多久 这个水蛙便会干涸 而水蛙里的小蝌蚪没有水的保护 就会被炙热的阳光烤死 救命啊 哎呀 好热啊 太阳烤到我的脑袋了 妈妈 妈妈 你在哪里呀 快来救救我们啊 好 水又少了一些 哎呀 别挤了 就在这个时候 青蛙妈妈出现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 孩子们 我的孩子们 你们都还好吧 妈妈 快救救我们 这里好热啊 妈妈 快救救我们 这里好挤啊 妈妈 这里的水越来越少了 你快想办法救救我们 孩子们 坚持住 妈妈这就想办法 看着自己的小蝌蚪 在那逐渐干枯的小水蛙里挣扎不已 青蛙妈妈非常着急 她于是当机立断 采取了令人惊讶的举动 原来 青蛙妈妈想挖出一条通道 让水池里的水涌进水蛙 这样一来 水蛙里的小蝌蚪 就可以通过这条通道游到水池里 好难受啊 我都喘不过气来了 坚持住 我们的妈妈正想办法救我们呢 妈妈 妈妈 你快点 我坚持不住了 太老口了 我好难受 孩子们 坚持住 再坚持一会儿 妈妈马上就把通道挖通 青蛙妈妈吃力地挖着通道 她的体力消耗很大 于是 她便用脑袋顶那些泥土 把泥土拨到一旁 以便让水池里的水流向水蛙 孩子们 妈妈来救你们了 水来了 水来了 太好了 我们得救了 妈妈 谢谢你 你辛苦了 孩子们 快跟我离开这里 有到水池里才安全 母爱是人世间最美的感情 母亲对孩子的爱 也远别自己自身的一切来得重要 就像这只青蛙妈妈一样 眼见小蝌蚪的七身地就快没水了 她发挥母爱用尽全力 祸土饮水 打通了一条充满母爱的救命通道 小生命竟能如此爱护自己的小孩 所以 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是否更要好好孝顺自己的双亲呢 妈妈 妈妈 谢谢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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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